Supor Junior前成員強人過去曾爆出多項醜聞 包括酒駕、夜店打鬥甚至還捲入了偷拍性愛影片的鄭君英事件 讓部分粉絲人無可忍紛紛要求他退出組合 最終他也在2019年宣布退團之後便消失在螢光幕前 而經營他久違的登上YouTube節目 分享了自己曾引發的爭議 只見節目上他被問到去軍隊的時候是發生第一次事情才去的嗎 對此強人表示說是第一次有點不對 當時發生了兩件事 新聞出來的一個月後也有酒駕事件所以就入伍了 這都是我的錯做了絕對不能做的事 當時新聞都寫著Supor Junior的強人做了什麼事 讓我完全抬不起頭來 因此在商議後決定退出團體 之後他也強調自己和鄭君英事件毫無關聯 他表示因為跟對方曾一起拍攝過綜藝而成立過群組 但該群組完全沒有任何軍營影片 卻莫名被牽連讓他感到十分委屈